欢迎各位听众回来,香港非要指哥为母,我们继续跟林伟谈泰拳 刚才商业的问题,我想回应一下,体育没有商业的支持是很难搞得起的 他们的免权,等于我们眼中的泰拳,他们就是业余的,搞来搞去是无声无声 当然对传统的专丝重度,我们也很重视,但没有商业的事情是很难搞的 意思是不是钱给权手,当账金 那些权手无仇无虑地去练,免权,他们练完上学就上学,上班就上班 又要养妻活儿,怎么都分心的,足球业余和职业你自己说 哦,等于香港的足球,为什么搞不起一样呢 因为人工太少,所以这些人又要做几份工才可以顶一顺 所以那个水平不差 那你收了工都全身散了去拳馆练 跟人家那些吃足,睡饱,然后去拳馆练 正是心是专心这件事的,差很远 无论你教练员都是业余的,你整个运动是业余的,真是没得搞的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打仗都要讲粮草啦 那现在其实香港很多大企业 要拿这些伴侶的拳馆呢,师傅 我觉得来说,看看它有没有需要的价值呢 会有的,会有人搞的 但是香港人对于拳,不是真的太热爱的 不是太热爱,跟足球一样而已 不是太热爱的,你搞,你虧本没人搞的 其实很多事情,你搞的演唱会就好了 但是有另外一个看法,好像这几年有些电影讲中国功夫的 有些讲泰拳的,即是一窩蜂那些人就去练中国功夫 那段时间? 一窩蜂就去练泰拳的,好像现在说泰拳 香港的泰拳拳馆,没有一百间都有七八十间 最少都有 你不要说我们这个传统中国武术那些 我都觉得,看一看泰拳,我都挺有兴趣,想要分几堂 那你可能有这个贊助的价值在那里 为什麽还好像那麽平淡 尤其是自由搏击那些比赛 泰拳我反而来不来都看到很多比赛 是啊,泰拳有,在澳门也有 搞得很大点,在酒店的大波都很大点 是啊,好玩 现在大赛,可能都离澳门也不行 泰拳也有去过拉斯维加斯,冲出国门 很厉害 哈哈,拉斯维加斯那家几个星酒店 我想知道 很厉害,那时候迪西连很多年前 八几年了 是啊 八几年了,OK 原本美国有人答应了跟他打 去到那班人全部缩沙 幸好他随团有泰国人去 搞得他变了泰拳表演赛 哦,表演赛 原本是竞技的,但是人家就缩沙了 为什麽美国大兵不跟他打呢? 因为他出名,泰拳最拿名的武器 是科学验出来的 不是爪,不是脚 他的膝壮是最拿名的 迪西连的花名叫通天塞 你给他顶一下,你哪都不用去 我都看过那些 又帥仔又高,不能顶一下这个拳手 没错 我觉得泰国人天生的外在条件很好 手脚都很长 收长 腰短脚很长 即是你以为美道演到了 原来 即是长距离揮,短距离揮 没错 我知道你们泰拳,你练腿那些 你们有没有说真的踢招树啊 或者有条木桩给你埋的那些 我想香港找香蕉更容易的 找一棵招树真是难的 香蕉和街市找到 你们踢过招树了吗? 我是不是踢招树 是否踢拆多的呢? 踢过沙巴 我不懂得败拳 我踢过招树 招树不是硬的,招树是软的 很多人一听说踢招树 哇,厉害的 踢过去还有 很开玩笑吗 我踢过了 招树好像洋葱那样 一层层的纖维很好 它不是来练习的硬度 用什么练习的渗透力 没错 因为人的肌肉组织都是有纖维 他拿那个招树是拿的 还有如果是练硬度 為什麼用沙包呢? 釣木來踢來打就行了 自己去傷害 就是沙包用水牛皮做的泰拳沙包 傳統啊 現在不是啦 是拿那個彈性的 人不是滷木來的 人是有呼吸 有反應的 沒錯 我想請教一下韋哥 你們去踢靶 踢什麼東西 會不會查些什麼 保護一下腳呢? 因為爭七那些 你就好像傷了 那我們回到拳館 第一堂師傅 要練泰拳的工具 泰拳的褲子 泰拳的拳套 泰拳的拳套 泰拳的那些好像蜜那樣 看到腳趾那些 好像紮著紮著一條繩子 紮著腳那樣 手帶那些 手帶那些 但是上鑽下5串的用什麼包呢? 上鑽沒有啦 我們如果只練打沙包 或者 即是軟一點的 打沙包 那些就不會 會不會打木那些 真是不會的? 我們練傳統中國武術是護駕那些 就是木人莊 我想說 好像人家練那些木人莊 即是冥春那些 我們打的那些 其實我小孩子學功夫的時候 除了打一顆木之外的那些 就打我們那個門派 一個獨門叫九尺磨盆莊 那個我師傅自己弄的 就是用石屎和鐵通來做的 還會轉在中間 這樣呢 全部都是硬吃的 想起武俠片那些 練功那些 是的 完全都是這樣 我們以前打到的手 乳乳乳乳乳 全部都是枕是嗎? 會不會? 枕就不會 那些泰拳怎麼練那個硬度呢 你這裏擀腳的 其實我們有些沙包都很硬的 有時候我們上去拿 都會踢 大家互踢都有 沙包都不硬 會踢 腳碰腳還是互踢那個包 腳碰腳當然有 如果上去拿 大家切磋當然會有 是 其實現在沙包都很硬 都不硬 很像你說的 近乎人的肉 都很硬 以前我們進一些石仔女 石春女 你們會不會進一些這麼硬的東西 不會啦 因為我們要顧及學員的情況 現在現代化 全部都買回來 他練完一堂這麼痛 下一堂不回來 最重要是安全 沒錯 你要給他慢慢來接受 還有這個學員他來想練一下 練一下身 減肥 還是他想上擂台打 你要分清楚 兩種連法都不同的 即是都分養生和忌激 沒錯 這個學員很喜歡好用鬥狠的 隨時好像Terry出去打的 另外一種連法 即是OL上來減壓的 這些好像我們這樣 猜一下猜一下 舒服服的 另外一種連法 無經無險有道 現在流行 很多的OL 跑去打泰拳 減肥 他又挺好看的 那些沙漠挺好看的 其實都是多謝電影或者電視 拍得泰拳特別有型 已經很有型 特別有型 又是你們那些明星級的走出來 做幾事已經收了宣傳效果 我現在看到林彥卿 都說我都很羨慕 雖然我和你的年紀相約 我帶你一年 我看那些檔案的 剛剛我帶你一年 還有三天 那我說你真是適合 我真是自認慚愧 我覺得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們泰拳的 那些爭七很厲害 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我看過那些比賽 都是很快的 很厲害的 隨時一筆流神 被他批爆眼角 鼻子都批歪了 他很短 很近距離 都可以發揮到 我想他的優點就是這樣 那些塞都是 還有我經常見你們 擦那些拳絲油 用來warm up 是不是 有沒有指定一定用什麼油 還是隨便潤膚油就可以了 生油可以不可以的呢 如果我在拳館擦潤膚油 或者生油 一定被師傅罵 為什麼呢 他指定你要擦某一種油 就是這種油 就是泰國的那些出品 是橙色的橙汁 塗下去就金金亮亮 那就越擦越興 那些關節位就好像熱身 沒有那麼容易傷 我聽他們說還可以 避免一下舊環 那你在香港買還是在泰國訂過來 有時候有些師兄弟 去到泰國買回來 如果不是香港也有 好像九龍城也有得賣的 九龍城也有得賣的 我覺得擦擦亮 真的很漂亮 整個Figure都出來了 就算不打 拍照也很漂亮 還有這些也對 你連泰拳也塗泰拳油 那越擦越拼擦 減肥也不行 好像我們那些懶人 你對 擦肚蠟 擦擦 擦中圍就對了 嘗試一下 或者你今天開始擦擦 看看星期見 擦一包你報告才知道 林偉卿你下次來 帶一支油給他擦擦 看看有沒有效果 讓他可以減肥 不是帶支 是送支給我 送支 送支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不會買蔡印度的 放心 哈哈哈哈 我想問你平時你們 譬如你有沒有一個規律 練泰拳呢 會不會說我做完一部分 熱身 跟著就要埋牙的呢 就是埋牙練習 泰拳真的很快 好像我們 一上去第一次就已經是打空拳 練了1、2 還有直拳 然後可能下次上去 就已經上擂台打手把 哦 打手把 即是感覺一下上擂台那個 打手把 給你發力 即是站上擂台 上面那個四方框 沒錯 師傅拿手把 或者師兄弟拿給你 1、2 1、2 1、1 2、2 即是跟他的節奏 對 他說什麼 打什麼 然後慢慢連勾拳 下勾上勾 那些 你說起節拍 要不要像泰國人 播他們的音樂 一個擂台 噹噹噹噹噹噹 練的時候就暫時都不需要的 那什麼時候要的 如果有些拳手要出賽 就給你習慣聽一下 那你們播的 沒有理由找隊伍 會播 搞一個live band 但是會不會這些音樂 有回你的拳會本身 有那種音樂的呢 都沒有 我這首歌是 這個 譚詠麟的 我用了譚詠麟的 這間館我是用 林之祥的 會不會有的 其他館我又不是很清楚 其實我們館也有一些 泰國音樂 都很傳統的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不是的 都是錄音樂 是 大概 大概都是這樣 大概都是這樣 阿Ben你弄幾句 你的泰文可以嗎 我當然不行 上次我聽你說韓文還可以的 扮韓文還可以的 扮韓文還可以的 我扮韓韓文 我經常弄人 阿Ben經常說 mime done 沒有錢 哈哈哈哈 不要說這些壞事 那我再請教一下 林之兄 喂 你玩泰拳呢 你覺得泰拳這件事 出到街上 實用價值有幾高呢 我沒有真正去用過 因為我很屎敏的 我去的地方都比較 好像我們節目的名字 那子哥為母 沒錯 子哥為貴 說得好我就沒有收 還有被人打劫前 財新愛物 不要動氣 阿科 雙手奉上 沒錯 你劫財比較劫式 我盡量不要 我想如果那些 那些女兇徒 見到你當然會劫式 怎麼會劫財啊 是不是 那還有一件事 最重要的是 泰拳呢 你去學泰拳 其實泰拳只有那幾個東西 爭七 那你怎樣可以 就是說 擺到你的戲劇裡面演戲 其實這件事有什麼幫助呢 就好像最近我拍的電視劇 就是 什麼名字 讓我們留意一下 我現在叫屎途 先進不去街上 講了 但起碼是半年後 其實我們這個角色 監製說盡量 希望用多些泰拳的套路招式 有啊 爭失的 就是我們觀眾也可以欣賞一下 爭失那些東西 爭失 所以裡面有些招數都是 哦 辛苦啊 整起爭失 是啊 起碼見不到那些 什麼轉身腳那些少一些 哦 轉身腳那些 那些 比如好像跆拳那些腳就少一些 多數是低掃腿啊 就是短手的 短身一點 就是泳春手那樣短手 或者臘頸用膝撞 哦 疊身短打 哦 有沒有膝疊那些呢 膝疊就不多 膝疊就不多 是不是 因為他的動作導演說 下了地又不是那麼好 哦 始終都是 不夠瀟灑 站著打這樣 多數 你知道電影電視都是 最重要是鏡頭畫面漂亮 對 官能刺激 就是密度高 沒錯啊 你只一個打幾個 你都不可以 那你這套戲裡面 打幾個先 我打過十個 對啦 嘩 本來我都不是動作演員 我都是 就是辛苦的 空水的 打十個很辛苦 一個都不行啦 鏡頭分開來拍的 剪在一起就很緊醜 真的十個走過來 我走就走不及了 拍的時候是分鏡 分開來 分開鏡頭的 分開 招招度好 把拍到每一個鏡頭 然後剪在一起 我相信你看過很多功夫片 都是這樣 對呀 不可能打十個 對呀 一個機位拍完 如果在你那間館 去健身的人 不是上擂台的 那你師傅會提議 你一個星期去多少次呢 其實我們普通上去練 這樣 一個星期三次 就很夠了 每次多久 我想我們上去練 比如說我們打擂台 上去練 在擂台打三個回合 三分鐘一個回合 然後下擂台 我們自己再打沙巴 這樣就打回六七個回合 你大概計算一個多小時 一個半小時 一個多小時 我們也有些健身的器材 你可以之後健身 玩一下輔助器材 這樣 過半小時之內 就好些了 你玩 高手道和傳統國術 可以整班操 泰拳是否要一對一 來介紹你們呢 如果你在擂台玩 即是玩切磋 就要一對一 如果好像我這樣去到 譬如我很早 三點半我去到 有時時間問題 我就不可以太晚去 因為你的時間很彈性 我想人少些 對 不用太多人 那三點半去到 有時那些人 先打沙巴 譬如那天我真的狀態 不太好 精神不好 我怎麼可以去打 自己打沙巴 自己可以控制到 即是只做運動 不 玩一下其他健身器材 然後自己打沙巴 即是三分鐘一個回合 你打 三分鐘停了 休息一分鐘再打 打完拳 再打腳再堅持 其實都OK的 因為現在拳館都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的 沒有冷氣的 即是我不喜歡開冷氣 對呀應該不一樣 你沒有空這樣開 做運動是不好的 很容易感冒 是的 好 講開健身的部分 那如果是那些人 純粹是健身上擂台 當然有年齡規限 如果是健身的 你有沒有見過最大年紀的 多大 健身的 比如說我曾經見過一個 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健身 我和他吃過70多歲了 我講泰拳 不是講泰拳 不是講泰拳 是呀 我講泰拳的健身 你見過最大年紀的 多大 我同時間有一個 有些兄弟都五十多歲 五十多歲 有些兄弟五十多歲 他五十多歲才上來練 上來學 之前沒有 之前沒有 那講一下他們 我想聽 我覺得他們很大的轉變 本來可能很肥 炮練得很實 動作又快了 反正快了 不是一個禮拜去練幾多天 他們都有三天 三四十多歲 都很頻密 每次是兩三個小時 都看自己的時間 怎麼定 一個小時就不定 一個小時就不定 一個小時就很快 你講健身就是三天 剛才我問了你 如果上擂台 怎樣呢 練六天還是五天 好像我有些師兄弟 上去打那些 我們的館在九龍城 每一次都在尖沙咀中流 回到拳館先 在九龍城跑到尖沙咀中流 跑回頭 然後就回去管練 只是練對打 對打都練五六個回合 又打手把五六個回合 只是練回合數 練十幾個回合 那你本身有沒有職業 有 我這個師兄弟 他本身是一個 還是一個在 功勞維修員 哇 哇 一勢雨淋 鐵人啊 功勞維修員 他每次回管 起碼連對打 或者打手把 超過十個回合 好意外 跟著自己 還要在下面打三個回合 打幾個回合 跟著練完之後 還要跑 他跑的時候 遇到下雨 怎麼會照跑 照跑 如果喜歡跑步 他有時候 在九龍城跑去尖沙咀中流 跑回九龍城 來回兩次 就是不簡單 來回兩次 來回兩次 就是跑一次回來 跑完之後 再去跑 是咯 早上起身 起身跑 練 這樣練 所以我這個師兄弟 打五個回合 三分鐘是完全沒問題的 不會喘氣的 他現在打到世界賽 可以跟太制打B級賽 專業態 專業態 可以打一些歐洲拳手 都是站椅子 站椅子 即是 就算拿不到金牌 銀牌 銀牌也拿到 這麼厲害 即是三甲入牙 站椅子 站椅子 現在已經 香港沒有對手 要打外面的對手 大概一百十幾磅 你有沒有嚮往過這種方式 不如出去試試打一下 不是我這個年紀 其實有沒有一些不限年紀的賽事 有的 我見過我們曾經有些醫生和律師打的 沒有所謂的運動 對 上去切磋 但都打得很厲害 很厲害 平時大家做事就很朋友 但上個擂台 一個是代表醫生 一個是代表律師 打得很厲害 不過當然都帶了拳套 做好安全 做好所有的安全組織 沒什麼很大的危險性 盡力拼命去打 有時候我們會搞一些CEO比賽 這間公司的CEO 和這間公司的CEO 打 我想問一下林喜興 你學校泰拳都十年了 有沒有收徒弟 沒有 我沒有資格 你應該已經教練級了 十年 我喜歡跟師兄弟 大家升班師兄弟那些 你自己有沒有收徒弟 沒有 沒有私下 有時候有些朋友 跟我一起練一下 沒有說徒弟 那你那麼好身手 都要教一下別人 不是很身手 不過大家練一下 有時候我拿一把 給你打一下 我看你在Facebook放的照片 很厲害 嘩 厲害 好像專業級那些 我拍得不好 那些西酒你也看不到 選擇最漂亮的 你看 我覺得真人比那些照片更好 多謝 有機會收徒弟 我覺得你應該 比如你喜歡泰拳 你喜歡文化 應該有機會可以說 心可相傳 教一下下一代 在一個正確的觀念去學泰拳 就算那些妹妹 喜歡這樣 你靈略都可以 是吧 香港很多很優秀的師傅 我都喜歡暗亂多些 是吧 好了 今天我們講泰拳 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多謝林偉你上來 多謝 多謝 多謝客戶門 多謝師傅 我很高興跟林偉這個大明星 不要這樣說 好 下次有機會 再上來子哥為母 繼續跟我們講泰拳下位 好 拜拜 再說泰國美食都可以 拜拜 拜拜